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结束了敌对状态 针对这一事件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文在寅总统上任以来一直积极的推行南北朝鲜的这种关系正常化 他在此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甚至不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让步 所以有的人甚至非常气愤的骂文在寅 说是不是北朝鲜的间谍 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他毕竟文在寅考虑朝鲜所谓大凡民族的这种国家利益 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跟美国的想法不太一样 跟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不太一样 那你想他们的这个和谈 韩国方面肯定在经济上要大出血 一定要给这个朝鲜带来很多实际的利益和好处 而这个朝鲜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呢 不光是满足了韩国的意愿 更是满足了美国和中国的意愿 所以他一举三得的是他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呢他也不能够说把底牌全部出光 万一底牌全部出光了 将来自己说话就没分量 到时候再想讨价还价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呢金正恩他现在是在玩手段 我相信他不会一步到位 他会一点一点的像挤压膏似的 时不时的挤一点 然后呢让你们再继续给他更多的好处 那么假如说南北朝鲜能够关系正常化 尤其是亲人能够团圆 能够在这个一些相关的地方 办一些合资企业 就像以前曾经达到过的那样的高潮一样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当然对韩国来说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 尤其是避免了这个战争的威胁 但是这一点呢 你看金正恩集团 他是一个流氓政权 他随时都可以翻脸 翻脸不认人 所以这东西呢 我们觉得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他很难说 现在我是个人来看呢 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就从此就解决了 他当然现在也在拆除一些这个武器啊 比如说这个核武器的一些实验场啊 他也在做 做得怎么样呢 美国在密切的关注 美国当然是有一些特别的手段 技术手段 而且会将来由联合国的相关机构 美国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机构 会进行实际的监督和勘查 所以金正恩要想玩什么手段 玩花样 恐怕也不太容易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 就是大家在称赞金正恩说 这个人还是毕竟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 至少呢 他头脑要比习近平聪明 不像习近平那样子自以为是 当然这种说法呢 我也不完全赞同 我觉得那以前他暴虐的时候 没有人去解读 说他有进步的思维 受过西方的训练 现在呢 他好像似乎装出要寻求和平的样子 想要变成一个好孩子 又过去一个小流氓 想变成一个好孩子 所以大家呢 还是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 这个我是能够理解 中美贸易战呢 似乎又升级了 9月17号 川普总统宣布 对中国2000亿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这个10%是分阶段的 那么到了明年就是25% 中方呢 也给予反制 宣布的600亿美国的出口产品 加征关税 所以这双方的这种贸易战呢 似乎越演越烈 并且中方也取消了 跟美方的谈判 原来传说刘鹤 可能访美 似乎也取消了 那么针对中美贸易战的升级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一方面显示了 美国这个跟中国 要进行一个长期的 而且非常坚决的 这样的一个博弈 这个决心是非常明显 甚至都等不及 本来说如果再等几天 中国代表团到了华盛顿之后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拿出 更好的或者更大的让步 到那个时候再下决心 宣布也来得及 但是美方连这点面子都没有给 所以让中方非常的尴尬 以至于最好取消了 这样的一次访问 所以可以看出 这个川普这个为人啊 他做事情 有的时候是不给对方 回旋的余地 又步步紧逼 而且你说中方这个六百亿 其实可能还没有很大程度上 能够对美国造成 多大的威胁的伤害 那紧接着马上就说 不行的话 就要升级到 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那这样的话 对中国的伤害 那可能就要更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双方现在就处在一个 就是说一种 好像难以和缓的 这样一个阶段 现在本来是想借助中方说 要派代表团来 那么这样的双方 如果都让一点步的话 会不会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说至少氛围上面 不像原来剑拔弩张 那么紧张 然后呢 对美国的 就是川普的中期选举 会比较有利 但是川普似乎呢 也不是太在乎 而且都放话了说 中国方面想到 美国的这个 一些农产品 农业生产区 去制造影响 施加压力 而且呢 对美国的制造业 一些工厂组 也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 希望在选战上面 给川普呢 造成难题 但是呢 川普就觉得他不怕 而且非常坚定的 要对付这样的一种 这个做法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 现在来看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选战还没有开始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还是对川普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这个民主党的挑战者 有人说让希拉里再起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桑德斯这些人 都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没有什么多大的活力 和真正的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应该问题不大 那这个这样的这种 贸易战的这种 对峙的现象 还会持续下去 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